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鎖定九點熱話題 我是秦林謙 小文新聞開始先來關注的是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決心爭取 2024國民黨提名 還喊出要外界再給他30天的時間 但半個小時的記者會 每當郭台銘被問到有關侯友宜的問題時 他都隻字不提 只是前一天自己在日本時候 卻傳出黨內早已鎖定 2024徵召最強諸侯 被形容先人跳 郭台銘反應很巧妙 但發言中包括軍倫 黃建廷都被特別提到 倒是侯友宜三個字全被回避掉 國民黨徵召您的話 您有沒有可能會邀請侯市長 來擔任您的副手 我對兩件事情很有信心 第一件是對於2024在野大聯盟 能夠贏得大選 我充滿信心 也對朱主席能夠為在野大聯盟 找出最強的候選人 我充滿信心 講來講去就是不提侯友宜 再要30天決心選到底 但眼見郭台銘頭都已經洗下去 就里長急著找人跑到工地 黨內挺好派更是猶新 絕大部分都是支持何友宜市長 疑快不疑慢 郭董可能當然會希望打延長賽 因為打延長賽的話 對他來講比較有利 對一方有利 對另外一方就是不利的 只是疑快或疑慢 總有一方會受傷 郭台銘能不能獲得藍營提名參選總統 還是未知數 不過他今天卻多次公開誇獎柯文哲 還說彼此溝通順暢 會再找他聊聊 柯市長是一個非常有領袖魅力的 他青年 他努力做事 我很多地方可以跟他學習 柯文哲的好郭董都知道 還說可以來交換訪美心得 不斷誇獎釋出善意 難道正是為了 萬一沒獲得國民黨提名 能替自己開條後路嗎 等於是有種軟性的威脅國民黨 你們不要以為 如果說今天你們不提名我 那我跟柯文哲也會是另鼓力量 對你們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力 據了解柯國兩人都是直接訊息溝通 不會透過幕僚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更爆料 去年大選前兩人還相約大聊如何打倒塔綠班 不過前陣子白沙屯媽祖競香時 彼此卻合體破局 等競香結束之後 柯文哲回過頭聯繫想拜訪 郭台銘則回憶實際敏感再緩緩 但怎麼等就是等不到國民黨的徵召令 會有人這樣子來算計 也期待不要現在得罪郭台銘 那最好呢 郭台銘要在金錢上能夠協助 現在挺困難的國民黨 誰都不想傻傻被當工具人 郭董轉個念撒網再擴大 兩邊眉來眼去 但這顆粉紅泡泡能撐多久 就看誰先發話 我不想當副手 台灣民營基金會公布最新的民調 如果2024總統大選由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競爭 目前仍然以賴清德居冠 至於侯友宜跟郭台銘 目前的民調是如何 詳細文教理記者劉婷婷 趕快來帶你關注台灣民營基金會 針對2024公布的最新民調 如果2024是由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撒喀都競爭的狀況之下 對比3月份的民調 賴清德他的支持度是稍微下滑 大概2.8% 來到了33.4%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的支持度是微幅的上升 4.9% 所以他的支持度也將近三成 另外柯文哲 他還是保有他過去兩成的基本盤 但是他的支持度 現在也來到了22.6% 不過賴營現在預計 有可能推派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但是當然 鴻海創辦的郭台銘 現在也很希望 可以爭取到賴營這一張總統門票 所以針對侯友宜還有郭台銘的支持度 現在最新的數字也出爐了 可以看到侯友宜的支持度是來到了44.9% 郭台銘只有31.3% 所以可以看到侯友宜的支持度 目前是碾壓郭台銘 看到年齡分布的部分 20到30歲以及55歲以上 侯友宜是領先了郭台銘 35到44歲的選民 侯友宜是微服領先的 那郭台銘他比較吃香的年齡層 是在45到54歲 那可以看到這兩個人 到底誰有可能才是 來的最強戰將 我們來看到 如果是問國民黨的支持者 大概有5成9的人是會選侯友宜 那就算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也大概5成2會把票投給侯友宜 只有2成1會支持郭台銘 那如果來問一下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們是比較傾向於郭台銘的 所以來看到一下 這個萊營到底誰會是最強戰將 那到底是誰是民調最高 才會有可能被萊營徵招 這恐怕都是萊營主席朱立倫 要想的重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到 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 100位學生參加 從選總統吸引人才 加入民眾黨到台積電 各種提問都相當踴躍 在談美中台關係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到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 台下早就迫不及待要提問 為了搶到發問 這位大學生手拼命舉高 好激動 原來要問這個 韓國人關心韓戰後 台灣僑胞能否恢復身份 最後還是無解 但也有人關心台積電 到美國設廠 美國的立場 所有台積電全部在留在台灣 對美國的安全也有問題 對他的國防絕對需要的那一塊 會提到美國來 其他的還是遵守市場規則 會留在台灣來 當然選總統是基本題 如果你2024沒有選上的話 你2028還會繼續堅持選嗎 你要期待我今年就選上 明年就一次就選上 一百位學生出席 發問踴躍 有人勤作筆記 要聽柯文哲 怎麼談第三勢力的崛起 過去幾十年 台灣從來沒有出現一個 有混量的第三勢力 用簡報秀出 2024藍綠主要競爭對手 只是這場活動主辦人 也是國民黨青年團副總團長 黨輝別在胸前 態度卻很低調 還有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主任 也受邀 學生們對柯文哲的提問 是相當踴躍 從柯文哲選總統到台積電 通通都有 但柯文就是解答他們滿不滿意 或許從他們的反應就可以知道 以上是TVBS記者 華盛平林皮 來自美國華府的採訪報導 傳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已經下令國家政策基金會 提早備戰總統大選 智庫將在五月底前提出 政策白皮書出稿 對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再請聽聽他們了解 在大聯盟 2024的最大目標 就是下架民進黨 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之前有傳出的 這個成功其實不必在他 但是現在他的角色作為藍營的主席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傳出是打造了秘密武器 要在520的時候 開始把炮口對準了賴清德 傳出在農曆年的時候 其實朱立倫就已經為國民黨智庫 立下了兩大政策方針 首先包括陸續召開政策記者會來推動政策議題 來做這個短打的策略 所以這樣子就在未來有很多議題 預計可以繼續的炮轟民進黨 另一個部分就是國民黨最重要的 2024政策白皮書 也就是總統候選人的政見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 朱立倫還有夏立言 現在全權處理兩岸的國際政策 將會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下 進行兩岸溝通 這當然就是維持國民黨過去的一貫立場 另外還有包括能源的政策 會維持乙和氧率 以及要來拼未來低碳的永續家園 可以看到這個政策白皮書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還沒有正式的產生 未來不論是後遺或者是郭台銘 被提名之後 還是要跟參選人的團隊 在確認方向還有細節 這樣子才會是真正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的正解 副總統賴清德 今天則是出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活動 先前表明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 不必另外宣布獨立 不過被視為綠營票倉的獨派基督長老教會強調 2024會支持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候選人 各位歡迎我們的副總統 藝術場展現高人氣 副總統出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活動 強調現在是選擇民主或是專制的關鍵時刻 也只有和平的社會建立 每個人才有可能達到喜樂這樣的境 副總統拋出四大目標 要來鞏固被視為綠營票倉的基督長老教會 但12號在民進黨中職會的提名演說上 提及會延續總統蔡英文的路線 強調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 不必另外宣布獨立 但前副總統呂秀蓮認為賴副總統 應提出自己的政見 不要開口閉口都遵循過去 兩岸走中間路線了嗎 從台獨今孫副總統變成主張和平保台 連外交圈也對副總統的兩岸路線 及外交政策提出三大問 認為2019年的總統初選 英代新潔是否阻礙繼承 或延續外交政策上的小英路線 以及副總統曾自稱是台獨工作者 當選後的兩岸政策是否會產生變化 以及外交國安團隊會是什麼模樣 依賴論也浮上台面 我們是立挺以台灣為主體性的 願意以台灣為優先的候選人 這話沒有直接點名 但基督長老教會的表態 跟副總統現今的兩岸路線 的確很吻合 TVB的新聞高主要女生 台北財法報導 再來看是民進黨的經緯大戰打得激烈 現在黨內人士評估初選 結果很有可能是五五波 被說是民進黨的矛盾大對決 再把時間交給婷婷 民進黨的立委初選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可以看到台北市士林大同的選區 有市議員王世堅對上了現任立委 何志偉亮熱納克說是殺得刀刀劍骨 而媒體人華文明日前上了媒體人朱雪恒的直播 就點名了 預計結果將會是五五波 真的非常難以估計 堪稱是民進黨的矛盾大對決 因為可以看到最有空戰實力 而且網路是量最高的王世堅 現在是對上了最有最強的家族 以及地方組織勢力的何志偉 他們兩人目前首次同框的時候 是堪稱非常的和氣 但是私下的爭鬥堪稱是刀光劍影 而且近期互嗆對方的聲量 更是越發的犀利 所以可以看到媒體人朱雪人就點名了 王世堅其實是非傳統的綠營候選人 過去他的人世是民進黨的良心 在藍白陣營還有中間選民當中 他的支持率都是非常高的 那來看一下何志偉 他的人社其實在綠營的部分 他的支持率是比較高 非常深受深綠選民的喜歡 所以初選的結果恐怕還要靜觀其變 那如果要再掌握最即時最迅速的新聞 可以來下載我們的TVBS app 掃下去的QR Code就可以把它收入你的手機當中 所以包括新聞的議題包還有相關的app找工具 會及時的提醒你讓你所有的訊息都不漏洁 大家二十幾年的好朋友 他對我拔雕相助 要不然我說實在話 我前天差一點放棄掉 王世堅找來莊瑞雄一起車掃 現在的監委大戰進入了朋友應援團環節 朋友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 炮口對著何志偉 那一頭何找來立委羅美玲掃結敗票 依照還有十大行業現身力聽 何志偉鞠躬時眼眶泛紅 不過前一天被自家立委莊瑞雄痛罵 何志偉也不忍了 讓我難過 讓我睡不著的原因是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怎麼樣的教育 我們的下一代 這一場初選會看到很多個人的小情緒 很多小我不顧大局 我們每一個公共政策 都是要對全民來做交代 結尾之爭工房不斷和志偉要談政策 王世堅這樣回酸 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他應該鄭重的用這句話 好好地證告他自己 他自己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兩邊繼續隔空互槓 不過王世堅的好人員 連藍營的謝龍健也不選表態支持王世堅 我以為大概國民黨就是提名他的 那他不來 那我跟何志偉壓力都變輕了 美心澳立委初選 全民調第一階段進入第二天 市領大同區仍沒被抽到 要電話民調得於這恩怨情仇 還有的燒 TVBS新聞 吳奎 洪富華 高子優 林辰學 劉婷婷才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